我想請問知人姐 昨天我在跟亮哥在聊的時候 亮哥也跟我們講說 他其實對於新任的經濟部長郭志輝 或是對於我們目前提出來的 財經內閣的名單 他滿滿意的 他認為郭志輝 畢竟來自於業界 所以很多事情他明白得很 可能也沒有辦法睜著眼睛說謊 當然今天王美花還是被問到 要不要給他的身為學姐 要不要給下一個接手的學弟 一起來掛保證說絕對不會缺點 王美花是掛不出來啦 可是呢那我就問了 現在面臨一個問題是 郭志輝會不會被迫要跟著 這個崇散如流 甚至連賴清德 他們都會一起考慮 何能把他重新拉進來呢 如果他是個實務界的話 他就不要去跟學法律的學姐 來請教好不好 如果這叫做實務界 因為實務界是非常務實的 那你如果是在實務界 你就非常的清楚 而且號稱你是對於 晶圓電廠非常的熟悉的 那你就應該知道 這是一個高耗能的一個產業 他需要很多的水 需要很多的電 以目前台灣來說 核一早就除役的 核二核三都要不要研議 還要看看這個蔡政府的一個意見 如果核二核三都一定要除役的狀況之下 台灣的電其實還缺百分之十幾 非常的多 以桃園的這個停電來說的話 你真的不要說啊 我們白天很多的還有很多的這個日光 這個太陽能可以做 一到晚上這個跳電的機會非常多 如果你真的是證明你是來自於實務界的話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所以說呢你是實務界 你就應該打破這個所謂的民進黨的神主牌 因為實務界就表示你完全是打破所有的意識形態 你就要以實務的需求來做一個考量 你也很清楚工商界 每一個人都不斷在跟總統那時候的提出 非常的建言缺電 絕對是他們最大的一個引誘 更包括美國這個台商 美國的白皮書裡面 都已經提到了台灣的 Energy shortage 就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如果是實務界 你就好好的面對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這一位啊 我真的必須要說 目前很多人 雖然本黨有很多人是批評 他在對岸有一些的生意 但是我要說 如果是你底線守得好 跟對岸做生意不是問題 最生氣的就是 民進黨都是雙標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里長 去到那個地方 你就在選舉之前 給我們起訴 給我們去做 反滲透法 然後你說反滲透 都是阿強的同路人 然後呢我們這一位 所以我不是說我無意批評 他在大陸 人家好好的做生意 人家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務實的一個導向 那你現在為什麼不做這樣的批評 所以標準是一定要放一致的 好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 好好的去做一些審慎的一個思考 不過我還是要說 這個經濟部長 我還是幫他念了一把冷汗 因為我是在教育文化 昨天接到一大堆非常熱愛職棒的人 打電話到我們辦公室 他之前是不斷的告訴我們 他會成立重月會成立 第五個職棒 目前還只能化謀 然後呢他現在所犯的這個法 不管是會計法或是這個 這個證交所的證交法 都是在美化財報 阿派派派派 這個經濟部一向就會非常的 喜歡拿數字出來 那如果說這個數字是經過美化的 天啊 那這樣我們如何能夠來相信你給我們 是一個事實 但是我對於這個經濟部長 既然是來自於食物界 那也不好意思啊 雖然阿亮不太懂得女人的心理 他起碼對於國際食物 對一些事情 他說可以留下來觀察一下 我們就好來觀察一下 所以我對於這位經濟部長 食物界的經濟部長 真的澄清的建議 不要聽學姐學法律的 聽聽你自己在食物界所推展的 這個部分 這才是賞到 不過得罪的球迷跟沒有電 孰心孰眾 我想球迷自己會評斷 寧可要有電 可能沒關係 那也感謝我們旅遊貓的斗內說 斜巡洪大立委 這花蓮地震之後 不是已經把綠電給吹上天了嗎 我想請教我們小牛 就是 針對桃園連續三天停電這件事情 經濟部是說 這就是設備故障 無關供電 但是我也有聽到這個部分的說法是 我們台電會跟台積電很有默契的 或是請一些大廠 在電力吃緊的狀況下要降載 那我就比較想問了 因為龍潭不只沒有等到台積電 說現在是不是只能中查了 那時候還被迫要停電 那現在怎麼樣 我相信龍潭人應該很想跳出來說 那我們是次等公民嗎 第一個我要澄清一下 那個龍科三級的擴大案 並沒有停下來 而且騎乘其實沒變 因為在他們宣布之前 就差不多是116年才會完成 土地取得程序 然後我上個禮拜才止訊 也是116年了 根本沒變了 那只是有一群人 在程序都還沒跑的時候 就在那邊放煙火劈彩帶 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消費台積電 沒有水準 所以說但水跟電的問題 確實是台灣經濟發展的一大困境 那我們是講嘛 就是用各種各式各樣的發電廠 就好像工具機 這個工具箱裡面的各種工具一樣 笨蛋工匠才會說這個螺絲釘 這個螺絲起子我不要用 因為它長得太醜了 或者是它很有危險這樣 無聊嘛 我跟大家講一個 講一個是我那時候陪韓院長接見 歐洲綠黨 歐洲綠黨的人 我都問他們現在歐洲在核能的討論是什麼 我尊重綠黨他們是反核的 沒有錯 但即便是他們說 他們有些年紀比較大 他說我們一輩子都反核 但是即便是綠黨裡面的年輕的黨員 現在的年輕人 心中的第一志願叫靜靈碳牌 他們都心態已經改變 核能他是有助於靜靈碳牌的一個選項 他應該在發電的各種工具裡面 是一個被思考的選項 是連歐洲綠黨的人都這樣說 所以這個世界趨勢已經很清楚了 核能本來就是一個可以被思考的選項 那只有像台灣這種固步自封 然後民進黨喜歡拿來做政治操作的人 才會拿大家缺電的問題來開玩笑 所以我是奉勸經濟部長 真的是要好好思考 也希望因為一度在賴清德競選總統的時候 一度有講他對於核能的態度 是相對開放的 我們希望他可以維持這樣一個心胸 讓台電有更多的餘裕 可以把台灣的這個缺電的問題 來徹底的解決 那至於新任經濟部長 棒球迷的部分 因為我其實有看到新聞 就是只能提醒準部長 這個棒球迷的意思是 這個人說話不算話 就好幾次承諾說要成立職棒隊 後來一拖再拖一變再變 在過去的時候 你承諾棒球迷一拳沒有做到 大家拿你沒皮條 可是你一旦接任的經濟部長 說話不算話 可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球迷擺撲的力量會很可怕嗎 年輕人非常 現在大家都要有負面觀感 但我們都講嘛 就是說你新上任 我們給你一點點時間 然後大家不要急著拿以前的事情 就拿來跟你算帳 可是問題是 我就是提醒他嘛 你上台之後你的一言一行 你的所作所為 不可以說話不算話 那當然最好 你如果有辦法運用 你經濟部長能耐本事 多弄幾次職棒球隊 彌補一下你過去的過失 那就太好了 但這種我們就不多做要求 但是不能說話不算話 同樣的標準也適用在民進黨 其他人的身上 那我最後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講鄭文燦 沒有問到我實在太可惜了 對不對 我個人正面解讀 因為鄭文燦市長的特性是什麼 他擅長溝通 這是他的特性 就治理不見得品質很好 因為天花板會掉下來 對不對 但是你講從政治上的角度 他是一個非常柔軟 非常善於溝通的人 在大家都擔心啊 這個兩岸兵凶站圍的時候 由他來出任海基會的董事長 就是當然有些人會說 這把他冷凍起來 但是我會用另外一個角度解讀 我希望賴清德跟蔡英文不一樣 面對這種局勢的緊張的時候 作為對兩岸釋出善意的一個動作 我想這個是可以被觀察的 那我想鄭文燦未來的董事長 應該也有這樣子的能耐本事 但是我要提醒民進黨 既然大家要解釋要叫做春暖花開 有序交流 請你不要碰到國民黨 有人要仿中仿路 還沒有去就惡意推定 亂扣帽子 這樣子即便有像鄭文燦 這麼會溝通的人 到海基會董事長 到最後也只會變成冰箱而已 所以關鍵還是民進黨的態度 那我們也先感謝我們的網友手手的斗內 綠友友嘴上顧名聲 實則是貪自己手上的全語力 感謝我們Cynthia的斗內 替我們交流打氣 非常感謝 那也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最後的投票數字 因為準備要關了 大家針對這一次 苗布亞去打許巧欣 甚至是講這個EQ 就是衣服的E EQ的這個案例呢 76%的官朋友 他們都認為這個綠營 真的把這一排給打爛了 而且也打偏了 19%的官朋友認為是救了許巧欣 3%認為還是會傷到許巧欣 也很感謝我們線上的7409票的 觀眾朋友們來投票 最後一點點時間 請維文翁補充一下 現在才4月 那如果再停下去的話 我想這個已經不是缺不缺電了 才4月 那你後面還要慢慢長路 可想而知 7 8月暑假的時候 是我們用電的高峰 雖然經濟不高的時候 我們說沒有啦 現在剛好有幾個機組在稅修 所以等到7 8月的時候 他們都好的話一定可以補上來 然後讓這個發電量 然後等於用電量就一定夠電 那我就問嘛 就代表說現在的機組 跟現在的發電 它就是不足了 就剛剛好就在一個零界值了 所以如果真的7 8月 又發生了哪一個發電機組 他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要稅修的時候 那請問一下 那時候是不是真的就是 屬於我們的一個 大跳電時代的一個來臨 所以整個能源配置 當然需要他好好的去更正 但以現在的經濟部長來說 大家棒球民對他有一些意見 但我覺得他也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他在從越棒球 科技棒球 雖然在城棒還不錯 但他就跳票了 他到他原本的商業的部分 他也是跳票了 他也是有一些爭議 有犯法的心情 對於大家來說 他並不是個眾所期待 經濟的強人跟部長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 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技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你看一下 等一下 不停 這條目叫做 每日克菲爾益生菌 垂色 都不用合用 兩目叫做